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中 十一砍下48分 七篮板十一助攻 一抢断本场比赛后 特雷扬成为老鹰队时首位 连续三场季后赛都可以至少拿下20分 和十次助攻的球员48分 也创下个人季后赛 生涯新高老鹰队 史记后赛第二高追平詹姆斯 成为在分区决赛中得分最高的22岁或更年轻的球员 成为季东气齐之后 第二位不满23岁 就在季后赛 砍下45加10的球员 就喜欢你看不惯 我又打不赢我的样子 这场比赛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一个回合特雷扬进攻面对霍勒迪的防守 他一个拉球变相 就将对手晃飞面对空如大海的篮筐 他抖动肩膀 停顿了好几秒后 才出手三分 命中可恶 又被他装到了帘子母哥 都看不下去了暂停期间 模仿了特雷扬的抖肩动作 对队友们激励喊道 他都这样抖肩了 你们还能忍 除了得分特雷扬 还送出了11个 助攻最精彩的救世 多次助杯科林斯这可以算是老鹰没场 比赛的必有节目了 特雷扬科林斯化身神雕侠侣 打板空接上演实战板扣篮大赛 这球给几分 老鹰其他人表现也不错 科林斯23分 15板卡佩拉12分 19板徐尔特 13分2板 加里纳利9分但看起来还是被特雷扬带飞了 相对上一轮和篮网的系列赛 雄鹿这场打得算比较轻松了 但他们还是轻视了对手自母哥 表现稳定出战41分钟 投篮25中14 3分2中0 罚球8中6贡献 34分12篮板9助攻二抢断二盖帽是队内首发唯一一个正负 只为正 正四的球员 但今天雄鹿更值得吹的是 贾日哥霍勒迪全场25中14 3分12中5贡献了33分 4篮板10助攻二抢断一盖帽 特别是第二节和第三节在老鹰 一度快要把分差拉大时 霍勒迪总能及时给予回应可惜了 今天没能收下 比赛本场比赛关键时刻 第四节最后5分钟分差 在5分以内的时刻 字母哥4投4中拿下 10分而他的队友 一共6投1中 只得到5分 今天输球米德尔顿该背锅了 本场比赛米德尔顿出战41分钟 23投6中 3分9中0 罚球4中3拿到15分 5篮板四助攻二 抢断半决赛G7有着上加表现 且贡献制胜进球的他 今日手感不加中场前 最后一次三 分出手也未能命中 好在今天不是抢7 只是第一场期待后面敏神 爆发加上这场老鹰 已经连续三轮技后赛课场 拿到第一局胜利 夺回主场优势 这赛季最大的黑马毋庸置疑 赛后特雷扬表示 我们一直在战斗和队友们一起拼搏 是种乐趣熊鹿有许多 出色的球员 但我们也一样 我对我们的球队阵容充满信心 我说怎么今天熊鹿会输原来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飞猪赛后美眉 演播是奥尼尔 化身神雕嘲讽 赛前预测熊鹿 横扫老鹰的巴克力 最后大伙预测一波 熊鹿老鹰这轮系列赛 谁能最终晋级 大比分会是吉比吉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